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段视频 无论您是初到新西兰,还是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 这段短片都会帮助您了解新西兰卫生及残障服务系统 以及各类医疗保健服务 刚才我们提到了在新西兰生病时 我们最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件的,就是您的家庭医生 那么家庭医生都提供哪些服务呢? 我们在这里为大家列出了家庭医生诊所的各项服务 这里还要提示大家的是,如果您在以前居住的国家已经有病史 请把您的医疗报告带给您的家庭医生 为方便您注册和使用家庭医生服务 请您在首次见医生时,带好您的护照等身份证明 刚才为大家介绍了家庭医生提供的各类服务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注册一位家庭医生呢? 当您inroll注册家庭医生 您可以享受相对低价看医生 相对低价拿处方药 尽早给宝宝注册,可以确保了解和使用全面的相关儿童保健服务 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注册enroll不等于登记register 请和您常去的家庭医生注册 通过注册才可以节省您的诊疗费用 只有符合公费医疗的人士可以注册家庭医生 如果您是国际留学生,只能登记而无法注册一位家庭医生 而您的医疗费将根据您所购买的医疗保险条款向保险公司理赔 那么去哪里查找家庭医生的信息呢? 首先,您可以访问HealthPoint健康站网站 根据您所居住的区域或使用的语言种类 查询您所需要的家庭医生的联络信息 或者您可以给您家附近的公民咨询局打电话 他们有20多种语言服务热线 您可以到公民咨询局的网站或拨打0800的电话查询 第三,您还可以咨询您的朋友或家人或者社区服务中心 如果是大学的学生 可以和学校的学生健康福利和心理辅导中心登记 最有效的预约方式是电话预约 请记住,在预约时提出您的翻语需要 比如普通话、广东话等等 以便工作人员为您提前安排口译 即使您符合公费医疗的条件 在看家庭医生和私立的专科医生时 您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 每个私立诊所的收费有所不同 如果您是国际留学生 您的大多数医疗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 但是还有一些服务需要您自己自费 我们建议您使用医疗服务前 先和您的保险公司确认 当您建家庭医生时 请出示您的学生证 付费的途径有两种 第一是建完医生后您自己付费 之后通过保险公司理赔 或者有一些大学会帮助学生 统一办理和几家常用的保险公司的理赔 请记住 如果您离开新西兰 请告知您的医生 在视频的最后 我会给大家总结重要的信息 和给您做好温馨提示 在新西兰 请您注册一位家庭医生 定期做健康检查 了解在新西兰的就诊顺序分为三步 首先见您的家庭医生 如果家庭医生诊所关门或休假 可以选择去私立紧急医疗诊所 ANM 如果他们无法治疗您的病症 会马上为您转接到公立医院急诊部门 公立医院的急诊部门仅用于急诊治疗 在不确定或需要紧急医疗建议时 请拨打政府的24小时免费健康热线 Healthline 0800-611-116 使用健康站网站可以帮助您查询到 家庭医生 药剂师和私立紧急医疗诊所的信息 请记住 为每次诊疗做好准备 聆听 分享 提出问题 加上记录好接下来要做的事 就等于确保您得到更好的治疗 需要语言支持时 请使用口译服务 关于新西兰的健康和残障服务系统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帮助到您 同时也请大家告诉大家 把有效的信息传递给您身边的 亲朋好友和有需要的人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在西兰生活愉快 身体健康 平安 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